編舞家黃毅一直有一個夢想 他想跟機器人共舞 兩千零七年 他就曾經讓真人舞者跟機械手臂合作演出 他今年二月遠赴紐約 演出的作品《黃毅與庫卡》 就實現了人跟機器人一起演出的夢想 他甚至將在今年下半年 把這個作品拍成電影 另外 臺南人劇團的藝術總監 蔡博章也將嘗試在新作品當中 跟機器人談戀愛 他想探討現代人的欲望與孤寂 研究真人與機器人共舞的可能性 編舞家黃毅在2012年推出25分鐘的作品《黃毅與庫卡》 獲得台北數位藝術表演獎首獎 而2015年2月 他在紐約發展出60分鐘的最新進化版 讓三位舞者跟機器人同台 被《紐約時報》選為最熱門必看的藝文節目 黃毅在紐約知名的3LD藝術科技中心演出 不僅增添了跟庫卡間的細膩互動 強化了視覺效果 4月他將前進北京 6月則回到台灣演出 而電影版的黃毅與庫卡 則預計在2015年下半年問世 這個作品 他已經從一開始只是參加比賽 然後到獲得廣義基金會的支持 所以我可以真正自己擁有一台庫卡 所以這一連串的累積其實很像 就還蠻離奇的 就是真的很像電影的故事 因為不太真實 就是沒有想到一個比賽以後的結果 是後面會衍生出 一直到現在發展成這個樣子 文化部的跨域合創計畫 透過與國際數位藝術組織的合作 將台灣藝術家的作品 推上國際舞台 2015年 安娜奇舞蹈劇場 將跟奧地利的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聯手打造作品 Second Body 假設我今天沒有的右手 然後我裝上我的一隻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東西一定是外來屋 我一定不太會用 我一定打扮什麼的 可是它也不會是我的身體 可是經過我就是開始learn 開始學習如何使用 也許兩年後 這個鐵的東西 這個外來屋就會變成是我的身體 台灣人劇團藝術總監蔡柏璋 則計畫透過與Siri的互動 發展作品Solo Date 探討現代人的愛情 欲望與孤寂 我發現自己也蠻擅長 也蠻喜歡跟機器說話的 就是電話如果要留言給對方的話 我會選擇留言 而不是選擇直接打電話給那個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怕跟真的人說話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就開始想 現代人真的有一種 可能說是病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現代人對於 所謂的逃避真實人生 然後把自己埋進去一個 跟一個虛擬的對象 或是跟一個似乎不存在的一個機器人 談戀愛或者是互動的可能性 到底是什麼 藉由數位的合作 跟國際藝術組織的交流 讓台灣的藝術家創意被國際舞台看見 在 21 years 今天 你看 吃 吃 吃 感谢观看